我们在整个通报学生失联的一个系统里面查到了只有8位 不仅越南观光团来台后搞失踪 新南向政策所推动的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动计划也有学生失联 交部今天证实合作国际装班从去年106学年开办至今 去年第一届有170班5680个名额 今年则是有151班6030个名额 有8名学生失联在数量上算是可以容忍的个案 假如学生确实已经不明行踪 那一规定就是要通报 那通报之后我们会通报外交部跟移民署各县市的一个所在分属的部分 后续他们就会来做查核 交部也强调国际专班学生来台湾就读都会提供学校宿舍 如果有经济上的需求学校也会辅导攻读 但是台湾法令很清楚 就是每个星期最多只能打工20个小时 当然学校也会尽量地在学生的学习上做一些的 让学生可以去做一些的适应 毕竟他们的语言跟台湾这边 没有办法马上用华语上课 那这部分学校可能要有一些的配套 那另外学生的一些出缺情的状况 然后例如说他课余时间攻读这个情况 那学校也要能够确实的一个掌握了 那时 alla讲 就跟台湾的arusир 祷福 Carr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